当大家正在发愁说银行利息不断的调高的当然了 其实如果我们换位思考的话 会发现到银行的利息提高也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怎么说呢 对于像我这样的不喜欢冒险投资的人来说呢 银行利息提高的时候呢 就意味着我如果把钱存放在定期存款呢 我能够赚取的利润会比较高 过去好几年我们的钱放在银行里面呢 基本上是免费把钱放在银行让银行去赚钱 但是现在呢因为银行的利息调高了 好像最近这个10月头的时候 我去查看了这个网上的资料 中国的工商银行它给的利息就高达2.8% 一年的定期存款是2.8% 你可以看到这个表 中国银行给的利息呢是2.85% 当然也有更高利息的银行如RHB 它给到3.2% 但是那个是要放满两年24个月 还有那个最少的存额要是2万块钱的 所以大家如果手头比较宽裕的话呢 你可以存2万块钱呢 你可以选择去RHB银行 好现在来谈一下 假如说大家有一笔钱 但是不急着用的话 可以考虑把它放在FIXD 但是你放的时候呢 就看一下最低存额是多少 如果最低存额是比方说5000块 那你如果你有10万块钱的话 你就不要放一张10万了 因为万一你需要拿钱出来花的话 你只需要1万块 但是你却需要占中止你的10万块的FIXD 那你就亏损了那个钱了 一整年的那个利息就亏损了 那现在让我来谈一下怎么样去开这个户口 我举这个工商银行为例 如果你是去工商银行开一个户口的话 因为现在啊 因为有这个很多这个网上的诈骗集团出现 所以银行会限制我们每天能够取出多少钱 那么假如说我们要这样一点一点的 把这个钱拿出来是相当麻烦的 所以我们可以拿支票簿 去支票簿 去到那个比方说工商银行 然后你就跟工商银行的工作人员说 你要在他们的银行开一个户口 然后把这个钱存进去 那么存进去的时候他们会给你开一个saving account 这储蓄户口 然后呢他们会教你说 你第二天的时候才可以在网上进行e 进行ebanking 进行ebanking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多赚取0.05%的这个利息 比如说工商银行 如果你是自己做ebanking的话 你拿到的这个利息呢是2.8 如果你是在那个柜台那边 叫他们直接把那个钱呢 放在那个fixd里面呢 他就是给你最高是2.75而已 所以呢 大家可以考虑用这个方法 就是如果你要转账的话 从一个银行把钱转到另外一个银行 去赚取他的那个fixd的话 你可以先开一个支票 然后把你然后你的新的银行 你开你开这个saving account 储蓄户口 然后隔天呢你再把钱转 从这个saving account 储蓄户口转去这个fixd定期户口 OK来赚取他的最高的利息 不过我这边还要强调就是说 现在才10月中 我相信这个利息会一直调高到年底啊 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头 所以如果大家 大家不妨考虑啊 就是说不要不要把钱啊 不要把钱啊 一次过放在那种12个月的 你可以考虑放那种3个月的 好 因为到了3个月年年就到了年尾了 可能到时候那个利息涨到3点多呢 这样子的话 你再跟他转成一年的 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划算 你可以赚取更多的那个利润 请不吝点赞 订阅